好的朋友们晚上好,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回到FB的这个频道 那今天我们来讲的一道题目呢也是一道面试中比较常见的问题 它叫做readn characters given read for 是立扣第157题,也是一道easy难度的题目 看起来是一道比较简单的题目 但是这套题目呢重在去理解它这个题目的意思 我们看到就是在过去的半年之内有FB和Google这两家公司考察过这道题 然后呢它涉及的相关topic是Stream 为什么它这个考察频率这么低我还会拿出来讲这道题呢 因为它还有一个考察的比较高频的题目是这个问题的follow up 问题 也就是158,然后它是readn characters given read for 然后是它的第二种第二个问题 那我今天先讲这道题做一个铺垫 然后明天呢我们可以继续去讲它的这个follow up的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题目吧 它说给一个文件,然后让我们去读这个文件 但是呢我们读这个文件的方法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叫这个read for 这个方法 然后让我们去设计一个方法可以读N个califters 好,他说这个read for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的 他说这API read for 呢它是可以读取文件中连续的四个字符 那么然后呢把这个字符呢就写到这个buffer array里面去 然后呢这个returned value是什么呢要注意了 这个returned value呢就是这个实际上读的这个captator 实际上读的这个字符的数量 然后呢并且让我们注意就是read for 这个方法呢 有它自己的five pointer 也就是说我知道我read for 读到哪儿了 好,然后它这边有一个read for 的这个定义 definition of read for 它的这个parameter是这个char array 就buffer这个array 然后呢它returned是int 也就是我们这边写的returned int 然后呢里面有这么一个参数 buffer这个参数 注意buffer呢它是一个results的这个array 不是一个south 就是它不是从这边读的 而是要把那个read for 读出来的东西放到buffer array里面去 这个也要注意 它是一个存放结果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可以读取的文件本身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read for 这个有一些example它是怎么工作的 他说比如说我们传进来这样一个文件 就是abcdfj 然后呢 它说就是一开始它这个pointer呢是a 就是指向第一个字符 然后呢这个 它new了一个char 然后char array 然后长度是4 那么它读了这个 用了这个read for这个方法之后呢 它读到abcd头4个 读完之后呢 然后它这个pointer就去到哪儿去到e了 然后之后它再往下面读就是efgh 然后还是4 4个 然后呢再往下读就是ijk 那只剩下三个了 然后这个时候它return是3 这样子 好 也就是说它四个四个读 读到最后不足四个了 那就有几个 还剩几个就读几个 然后读完就结束 那再看到它说这个message read 他说用这个read for这个方法呢 就是实现一个叫read的这个方法 使得呢怎么样 可以读N个字符 就从这个file里面读N个字符 然后并且呢把这个读到的字符呢 存到buffer array里面去 然后就是让我们考虑到我们是不能够直接去控制这个file的 必须通过这个read for这个方法来控制 然后最后呢就是return这个实际读到的这个字符的数量 所以说大致的意思就是 我有一个文件 我只能用read for这个方法去读它 然后呢我要把读到的东西放到这个char read 这个buffer里面去 然后我具体要读多少呢 根据这个n来判断 好我们看一下它给的四个例子 首先捏一个例子呢 它说这个file是abc 然后n是4 那其实呢我们只能读到三个 为什么呢 他说你calling这个read方法之后呢 buffer should containabc 然后呢我们一共读了三个字符 所以呢就是返回3 abc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对吧 不是这个buff的内容 然后buff呢是这个destination buffer 然后就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读到的东西写到那个位置的那个东西 好第二个例子 他说abcde n是5 然后最output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调用了我这个read method 然后呢 他这个buff呢就是有abcde五个字符 然后呢我们把五个字符都放到这个这个 这个bufferread里面去了对吧 所以呢他return是5 然后这边呢abcd abcd1234 然后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用了这个read的方法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12个都读进去 所以呢他最后返回是12 然后呢再看到liko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我要求我读五个 读五个呢我就读第一次读了anlet 然后第二次读了c一共读了五个嘛 所以他就返回五这样子 其实这道题目就是理解了之后呢还是比较好实现的 他就是有一个文件 然后有一个文件之后呢 我用这个read for的方法每次只能读四个 然后我就一直读嘛 四个一组 读到n个结束 我应该是这样 四个一组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 那根据这个思路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具体的代码去实现一下 首先我需要一个 临时存放 临时存放 read for结果的数 我叫他 tap 好了 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长度为四的 这么一个charray 那另外呢我需要两个指针 buff和tap 都需要 那我buff的这个指针我叫index 初始化为0 然后tap的这个呢我叫pointer 我也初始化为0 因为一开始他这个两个指针 他这个index都是0 对吧是一个初始化的状态 然后呢我就需要就是每次我读到这个 四个一组 读 这不是每组是每组 每组 读完放到buff里 接下来我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具体干嘛呢 我就肯定需要evalupt 对吧 保证我这个前提是我还没有读到n个 那也就是我这个buff里面的index 还是小于n的情况下 我去看 没有读够n个character 这个时候我再去看 我把它的这个长度取出来 我已经 我这边 我这边是临时存放red4 结果的数组放进去red4 这个方法里面去 然后呢我这个拿到的其实就是 当前读到的 长度 然后呢 这个pointer 一开始是0 对吧 因为我这个pointer是 pointer 是这个temp 里面的index 注意我们这边有两个index 一个是整个buff 这个charate index 还有一个是pointer index 然后呢 我就开始去 我应该把这个 再细化一下 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具体 把 把temp 读到的 零时 数据 放到buff 所以这个时候 我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 我这个index 是小于n的 这个是跟这个大条件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条件是 我这个pointer 是小于n的 也就是 必须保证 index buff里的数量 不足 n 还有就是 pointer的位置 没有 没有 到 这样 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临时数据temp 放到这个buff 里面去了 那我就是buff的index 就等于temp的pointer 这样子传递过去 然后呢 我把index加加 然后pointer加加 这样子 这样子呢 就做了一个传递的工作 然后 我们还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去判断一下 我当前 有没有 读完整个文件 就是说 我哪怕在这个index 小于n的这个情况下 就是我 我不是要读n个字 那个叫什么 字符嘛 那我读n个字符 但是 可能我这个n 本身比这个文件的这个大小 要来的大了 也就是说 我已经没法读了 举个例子好了 就 我先把这个写出来 小于4 直接break掉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呢 就是已经读完 比如说 我这个文件 是什么样子呢 我看看 我这边比如说 A B C D E 是一个五位数的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这个n 是6 也就是说 我这个index 还没有到这个n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 我这个已经只能读出 我到第二次读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它只能读一个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说 我这个文件 已经读到头了 没有办法再读了 所以就不可能读出来 六个字符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就只能break掉 好 那break掉之后呢 我们最后要返回 我一共读了多少个字符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去把这个index 我把index去返回出来 我就知道最后读了多少个字符 好 那大致思路就是这样呢 我们跑一下 task case 好的 再提交一下 好 那这样子呢 这道题就写完了 好 我们再来复盘一下吧 其实这样题呢 还是一个比较好理解题目 就是其实它稍微有一点难的点 就是在于说 它对这个题目 它本身的理解 到底这个readful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char readbuff又是什么意思 然后怎么 这个n代表的又是什么 然后呢 这个readful有哪一些功能 它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主要是这些方面的这个考量 那我们刚刚的做法呢 其实就是建一个临时的一个readful的数组 然后呢 用两个指针分别去指向这个char readbuff和这个temp里面的这个index 然后呢 我去做一个大的well loop 就是保证说在这个index小于我们要求的n个字符的情况下呢 我去把这个临时的数组去读一遍 读一遍之后拿到我这个长度 然后呢 用一个well loop吧 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temp里面的内容都给到吧 然后呢 再判断一下 我当前这个文件有没有读完 如果读完了 那我就直接跳出这个well loop 然后最后呢 返回的就是我读到的一共字符数的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这就是这个题目的要求啦 好 这道题目呢 也是蛮简单的一道题目 然后呢 明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就是他这道题目的一个follow up 然后具体这两道题目有哪些区别呢 嗯 我们明天也会再具体的介绍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然后大家晚安 拜拜